各位好 現在我要用咪行音階來向各位介紹三度音 我們常常聽到音程 例如有大二度、小二度、大三度、小三度、完全五度、減五度 或者是七度音、八度音 各種這種叫什麼度、什麼度的、多少度的 這些指的就是音程 我們過去只有簡單的說明過 那現在比較清楚的說明一下音程的概念 是指音跟音之間 你也可以說是兩個音之間音高的差距 所以音程可以說是一種單位吧 我們說幾度音可以說是一種單位 就像是長度的單位 落差是公尺或公分 這樣子的概念 音程的世界裡面所謂的度 它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例如說三度音又分成大三度、小三度 二度音又分成大二度、小二度 我們常常要去背 小二度是一個半音、大二度是兩個半音 然後小三度三個半音 這樣去背這些內容 我現在想要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方法來說明 特別是三度音 今天這支影片會把重點集中在三度音上面 因為三度音是對和弦的構成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我們先來回憶一下咪型音階 在低大調的位置上面 我用第五弦的第五格 這個音來作為它的 低大調的key center 這個音是D 這時候來彈咪型音階是這樣 好 在這個音階裡面 我們知道 我們把每個音都做一個編號 就從第一個音到數字七 第七個音 那我從第一個音開始彈的時候 如果我跳過第二個音 直接去找到第三個音 這個第一個音在這邊 第三個音就在這裡 如果不知道的人 可能要去了解 先了解一下咪型音階 那對今天這支影片的練習會比較有幫助 第一個音在這邊 第三個音在這裡 所以這兩個音 1到3 這就是一個三度音的音程的差距 所以現在當我彈1跟3 這就是一個三度音 再來是2跟4 2跳過3 直接到4 那這也是一個三度音 2在這邊 4在這裡 4在這裡 這也是一個三度音的音程 但是1到3的這個三度音 距離是兩個全音 因為1到2是全音 2到3也是全音 所以1到3 這是兩個全音的音程 2到4 卻只有一個半音的音程 因為2到3是全音 3到4是半音 那相較之下 這個1到3的這個音程 我們就說它是大三度 2到4這個音程 我們就說它是小三度 那以此類推我們繼續走下去 如果以第三個音 以它為主 你說更音也好 或者是主音 然後推到去找它的三度音 我們通常不往低音的方向推 就是往高音的方向推 所以3 再來就是跳過4到5 所以3跟5這兩個音 也是一組三度音 但3到4是半音 4到5是全音 所以你應該要知道 這是一個小三度 現在我無名指按的這一個 是第三個音 十指按的是第五個音 彈起來是這樣 再繼續往下 第四個音在這邊 6在這裡 4跟6 它的距離是兩個全音 所以4到6 這是一個大三度 再來 5到7 5到7 是一個大三度 但是這兩個型 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個 吉他的第二弦跟第三弦之間的音程 本來就比較短 其他的弦跟弦之間 相鄰的弦之間的音程落差是 5個半音 但是第二弦跟第三弦的落差 只有4個半音 所以這兩條弦之間 這樣按起來 這個大三度的相對位置 跟其他的大三度有一點不一樣 再來是6到1 這又是一組小三度 到這裡我們來回憶一下 從數字1這邊開始彈 他跟他的三度音 2跟他的三度音 再來3跟他的三度音 4跟他的三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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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跟他的三度音 6跟他的三度音 6跟他的三度音 如果再繼續推下去 7跟他的三度音 5跟他的三度音 再來又是1了 1跟他的三度音 我們用這樣的概念來彈 你就會發現 每個音 原本的音階是這樣 現在如果把每個音 都加上三度音來彈 整個音階會變得很活潑 那也比較複雜一點 那這個三度音的彈法 為什麼我們要去特別的 在密行音階的架構裡面說明 因為他跟後續的和弦怎麼形成 有特別是 所謂的順階和弦 是有相當大的關聯的 我們這樣看 這是1跟他的三度音 2跟他的三度音 在這裡 但我想要換一個彈法 因為2跟這個三度音 他們的這個位置 都在同一條弦上面 所以要一起發聲有一點困難 所以我會想要用另外一個位置來彈 所以2這個三度音 相對是數字4這個音 所以數字4這個音 我可能會選擇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實質按的這個開放弦 為什麼數字4在這裡 因為在音階裡面 1 2 3 4 5 5在這邊對不對 那比這個5在第一個拳音的位置 就是到這裡了 就是數字4 所以這是2跟4 但開放弦我的實質就不用按了 又或者是從這個數字1這個音 往同一根弦高音的方向推 1高一個拳音就是2嘛對不對 就用這個2 然後跟這個數字4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組2跟4的三度音的音程 跟這一組 聽起來是一樣的 音色有點差別 但是它的音準和聲的效果是一樣的 好 那用這個概念我們繼續推下去囉 所以原本的音階 聽聽看這個 1 2 3 4 5 6 7 這個密琴音階聽起來是這樣 我彈每個音的時候 試著把三度音加進來 如果再往高音的其他音去推 會是這樣子的 慢慢的這就架構了一個最基礎的和弦的組織 這比所謂的三和弦其實更加的簡單 我們今天按的這個方式 也就是對應到之前講的簡易版的和弦 開始慢慢要兜在一起了 所以當一開始你以第一個音為根音的時候 你可以說它是第一級和弦 但是我們還沒有加入它的三度音 它的三度音會是大三度 如果以第二個音為根音的時候 這個和弦是第二級和弦 但是加入它的三度音 這個三度音是小三度 依此類推 這一共七個音 音階的七個音 分別都可以成為七個和弦的跟音 然後第一級的和弦 跟音跟三度音的關係是大三度 第二級的和弦 跟音跟它的三度音的關係是小三度 第三級的和弦 跟它的跟音跟三度音的關係是小三度 第四級的跟音跟三度音的關係是大三度 第五級的跟音跟三度音的關係是大三度 第六級的跟音跟三度音的關係是小三度 第七級的跟音跟三度音的關係是小三度 第七級的跟音跟三度音的關係是小三度 那由於音階裡面第一個音到第七個音再回來第一個音 這個全音跟半音的順序幾乎是固定了 所以在這個架構之下我們來練習這個順階和弦的時候 第一級到第七級和弦的三度音關係分別是 大小小大大小小 那所以這幾乎成為一個公式 所以請各位把它記起來 在後續我們在很多歌曲裡面應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